男女大不同的时间 又来到了一个月一次的周慕姿时间 让我们掌声欢迎新西心理资商所创办人 周慕姿资商心理师 欢迎慕姿老师 同温姐好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来我首先要来关心 这个慕姿老师最近 我觉得你最近非常忙 其实大家都这么说 但是我觉得全盛时期应该是去年 我觉得去年真的是一个 因为你去年 没有我要先讲 慕姿老师最近又有出版 那这个出版 只是他不是新说 他是2018年的初再版 但是相信很多人当时可能没有看到 或者是现在再看一遍 我觉得感觉会非常不一样 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 叫关西黑洞 所以如果跟去年比 你当然会好点 因为你 我去年真的是好可怕 因为你去年在写新的书 新的书 然后那个那个 那个跟静好听合作频道也在做 然后还有做付费的 然后还有那个开课程 就是跟知识卫星的课程 所以我去年 然后我那时候乐团也去巡回 今年也要巡回 今年是12月底 但是因为 因为今年是跟着别的乐团一起去巡回 去年是我们主办 所以去年有非常多事情宣传什么 我们都要自己来 去年你们的loading比较重啦 对 你们自己乐团 然后在今年是跟着大家一起去 对对 再加上第一次去 然后就很紧张 然后甚至因为第二次去了嘛 所以就心里就皮皮的 可是我觉得你最近活动真的爆炸无敌多耶 真的吗 对啊 你觉得 你觉得我很忙 是因为你看到 我觉得你有很多 你参加很多活动嘛 演讲嘛 但你可能不是单独的演讲 你就是参加这种 好多位 对对对对 很棒的这个 呃 讲者一起的 对 这个就好几场了 是是是 然后你 你又 你又办这个分享会 然后还分享会完直接去 去乐团 对对对 他们在我看到 无情无义 9月29号在台中 台中的朋友可以 就是 我那天是不是签书会完 他们就说那就干脆伴在一起 所以那一天 而且那根海报好好笑 对活动主题就是 周慕之刚刚在签书会 周慕之刚刚签书会的 的乐团的演出 对对对对 很有趣 所以 呃感觉上也是非常的 丰富跟忙碌啦 然后也要恭喜你 自己的这个 周慕之放心说的Podcast 怎么这么厉害 就是出书书大卖 出Podcast Podcast 大那个大秀好评 然后一下子就冲到 那个排行榜的第一名 这真的很厉害 真的是 我觉得大家都说 那个新频道会有频道红利 这个是真的 就是会有那个 就是因为他会看成长率 所以你的频道就会 上升的比较快 但还是真的非常感谢 大家的支持啊 就是 就是我觉得之前因为周慕之 读灵魂脚本停一段时间嘛 然后才说周慕之放心说 饥饿行销是有用的 饥饿行销有用 真的要给大家饿一段时间 对对对对对对对 很多人一直在催说 哎 最近怎么都没有新的东西啊 什么什么 然后突然出来这样子 但是真的很恭喜慕之老师 可是慕之老师就是一直都非常的努力 然后一直又叫别人不要过度努力 这样子的 那最近的这一本 关系黑洞 那其实也看到很多人在分享 那 就要来讲一下 关系黑洞 主要在探讨的是 不安全感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人生当中 真的 我说真的 你看过这么多人 个案这么多 你认识的人里面 你可以 你看过认识 但我觉得这又有点 因为你看你很多你接触会来找你的 都是不安全感的 居多 我们不讲来找你 不讲个案 就讲你认识的人 你看过你身边的朋友 亲朋好友 就讲这一类的 不是个案的 你觉得 有安全感 就真的自己非常有安全感 跟他是属于一个没安全感的人 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这个实在是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 每个人都有一些 让自己有安全感的方法 还有有些事情比较有安全感 比如说有些人他在工作上 就蛮有安全感的 他觉得他在工作上 就是遇到一些挫折 或遇到一些打击 然后遇到 我遇到蛮多这样的人 就可能是工作关系 我遇到很多很厉害 工作很厉害的人 他们在工作上遇到挫折 或是遇到一些 别人的攻击什么 他们的安全感比较高 也比较不会那么容易变动 就像童文杰也是嘛 就是大概就比较清楚 我要往哪条路走 可是我遇到 另外还有一些 就是他在关系上 比如说在感情关系上 他可能就比较没有安全感 他可能在 在工作关系上的时候 是就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在感情关系上的时候 是会非常的害怕 就是对方的反应啊 或是对方有一点点 细微的变化啦 就会非常非常的敏感 其实我自己 以前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 我在功课上工作 就是大部分的事情 我都是很随性跟随便的 我真的是谈恋爱之后 真的完全变了一个人 然后那时候大学 是我第一次谈恋爱 最后那时候就觉得 天啊谈恋爱好苦喔 我到底谁要谈恋爱 就是 就那时候就觉得很辛苦 那那一些东西就是 最特别是 会让你很不安全感的东西 很常都是跟你过往的 就是 当然讲到创伤 大家就又讲创伤 可是真的是 就是你童年有一些 很严重的 或是印象很深刻的 一些创伤经验 那那个创伤经验 可能就是跟被忽略 被羞辱啊 还有例如说 我突然觉得 那个那一个事件过大 打击自己 让自己印象很深刻 可是对于那个时候 年纪的自己 是没有办法消化这件事 跟这个情绪的 所以这个情绪 会被压抑下去 因为那个压抑 会让你可以生活 你会用很多的保护 自我保护 就是我说的生存策略 去因应这一个 这个生活 跟把这个东西压下去 然后呢 我下次遇到类似 不一定要一模一样 只要是会让你勾起这件事 他整团 会加上现在这件事 整团出来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就会觉得 为什么我的情绪反应很大 我那时候很喜欢讲说 有些人 比如说你说他哪里做错 其实就算好好跟他讲 他的反应都会非常大 但是他 但是他事后想一想 他可能会觉得 其实这件事情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干嘛反应这么大 可是 他那个时候 很直觉的反应 就是他过往 曾经有过 这种很严重压垮他的创伤经验 他学会的反应 比如说他的爸爸妈妈 是用非常严苛的方式去责备他 所以他的反应就是他一定要骂回去 他们就会闭嘴了 所以他的反应 这个东西就会一直被记下来 对对对 类似像这样的感觉 可是你知道我刚刚在听你讲 好我们讲衣服关系 因为你书里面其实有提到 因为一定会提到 焦虑衣服逃避衣服安全衣服等等的 可是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说的 有些人可能在工作上 他其实是满有安全感 我你刚刚说就像我 其实我觉得是可以讨论的 这个东西是可以讨论的 就是说如果我们 其实有时候我不太知道 就是说当我们很努力 我可能在工作上 我是很努力的 应该这样讲 我很努力的 然后呢 我想要做得很好 那我觉得我不要做 我要做到对得起自己 也让别人看到我的价值 那这件事情是 所以会支撑到 我很喜欢这个东西 我就一直往前走 那这个东西叫做 我对工作有安全感吗 其实我也不这么觉得 一定是这样 就说我真的有很有安全感 应该是 我做也可以不做也可以吧 那才叫有安全感吧 为什么我要这么努力的 表现给别人看呢 是 这个东西是不是 某种程度上 也是一种不安全感 好 那再讲回到情感的部分 我觉得就像你说的 有些人在工作上很有安全感 可是在情感上可能没有 那如果他在工作上 也没有安全感的人 多半我看到 是在情感上一定没有 所以我觉得 其实这世上 没有安全感的人 就像你说的 有些人可能多 有些人少 可能针对的事情不一样 但我觉得其实是 占非常大的比例 严格来说 因为没有安全感 这件事情 用一个东西来看就好 就是你会不会 常常容易觉得焦虑 因为没有安全感 就会焦虑啊 所以焦虑就是一个 去检视我们 是不是很容易 我们其实是在一些事情上 其实在安全感的 那个部分没有那么高 但是一焦虑 就代表没有安全感嘛 其实也不完全是 因为我们企图要做的是 焦虑这件事情 有时候是直觉 跟自动化反应 就是很动物性的 就我觉得有危机 我就焦虑 我可能会有危机 我会焦虑 可是有可能 我今天经过训练之后 我会开始去留意说 好像这一些焦虑 它不一定跟我现在有关 它可能跟我过去有关 然后这会让我感觉到 我有一些方法可以安抚自己 所以也许这个焦虑 它没有这么的严重 它没有那么的需要担心 所以我的安全感还是会回来 因此我觉得 关于安全感这件事情 它某方面其实 不见得是你要 有到什么程度才叫安全感 可是你过往的经验 对你来说 那个伤害性有多大 就是你经历过多大的危机 你怎么去解释这个危机 会决定你安全感的来源 比如说 我刚开始 我以前从来不投资 然后我刚开始投资的时候 我就去投资美股 美股喔 然后我又是在美股相对高点的时候进去 所以我进去没有多久呢 美股就腰斩 就有一阵子我就腰斩 然后那时候就真的是傻眼 我心情 而且我那时候一开始 因为换美金嘛 然后那时候美金很便宜 所以放了很多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想说 哇塞 它腰斩了 就是当它跌 那个跌一些的时候 跌10% 15%你会尖叫 跌到大概2 30% 3 40%你已经无感了 你觉得那一切就像数字一样 你就假装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然后后来我就不管了 我就还是买了很多 我觉得很棒的股票 我就照买 然后后来它升回去 就我经历过那个很恐怖的情况 所以后来我就是开始有去投资 台股的ETF的时候 然后每次看到那个股市新闻说 什么大跌 然后我都好几次一进去 这样叫大跌 就是我都觉得慌经过的 慌大浪 对 就是等于是我对这件事情的解释 当时我已经经历过这么恐怖的事情了 所以后面事情 这个程度我都觉得还好 可是相对的 有些人是相反 就是他可能经历过这么大的事情了 所以他后来遇到了一些更 就是就算没那么大的事情 都会勾起完蛋了 那如果跟那个时候一样怎么办 创伤的回应 对他的反应在那个时候他可能 我也不见得每件事情都可以 像这么有任性的解释 可是刚好可能股票这件事情我可以 但有些人就是他股票的事情 可能不行 但他别的事情可以 可是我就说 这个按不完全感 对就端看我们的 对那时候那一件事情的解释 其实很有关系 但这应该是可以学习跟训练的吧 这可以训练 就是说从 你过去曾经接受过 你最近过去曾经有过这样的创伤 然后你后面碰到 一点点东西 一点点可能没有那时候的严重 可是你就会觉得天哪不行 这以后你就会开始 无限的幻想他会变得很糟 对 然后非常的焦虑跟恐惧 从这一步其实是可以慢慢走到 你刚刚所说的那个样子 可以 不过这个东西的确就分两个部分 一个是想法的部分 一个是感受能不能好好被消化的部分 我就举个例我超怕抽血 我超怕打针还好 抽血我真的是 因为我血管很难找 所以抽血很难找 然后呢我每次要抽血前 我有一套仪式 我一定要把那一段话念完 跟那个要抽血的人讲完 就是我的血管很难找 然后呢我血管找到之后 还会那个跑掉 所以你慢慢打 就是如果找不到你就抽起来 就重打 不要在里面找 你到现在还是这样吗 我到现在还是这样 然后我是为了这样去重训的 但是还是没什么用 然后可是后来 后来就发现 欸其实他抽不到 就再抽又好 这有那么严重吗 我也没有到这么怕痛 那后来我发现 我害怕是那个感觉 所以我刚刚说感觉跟想法 想法你知道这件事情 再怎么严重 难道你手会被抽废掉吗 不至于你其实不用那么害怕 可是明明开刀比较恐怖 可是你我可能比较害怕抽血 但是我真正害怕是那个感觉 是那个在那边 今天在想说 不知道今天他会一口气抽到 还是他抽不到 然后他会不会抽不到 在里面找血管 那个感觉 那个我曾经有经历过 那种恐怖的感觉 会让我不停的咀嚼 然后变成我现在的全世界 这个就是不安全感 焦虑的来源之一 我跟你讲 他举的这个例子 因为刚好就是我完全 有类似的经验 因为我的血管就是弯弯曲曲 然后很沉很难抽 然后一进去他就会脆掉 然后就会爆掉 所以呢 我曾经抽一管血 大概左右两边 就是可能打了 打了最多可能打六七次 他都找不到 然后没有地方可以打 那所以我以前也是一样 我以前每次只要人家要抽血之前 我一定有会讲 就是我的血管很难打 那你要不要先打右手 因为左边一定是抽不到 我很有经验 我一直讲一大堆 但你知道这一切都在什么时候 就结束了吗 就是我安胎的时候 我安胎 每三天要换一次针 我抽了两百多针之后 我再也不会 关系黑洞其实严格说起来 应该是慕资老师的第 广为人知的第二本 对不对 第一本就是情绪勒索 对不对 然后再来就是关系黑洞 2018年出版 当时出版这本书的主要的想法 出发点是什么 然后为什么在隔了六年之后 会想要再次出版它 后面那个问题比较简单 其实就是后来我想要把东西修一下 然后版权因为到期了嘛 所以就收回来 然后收回来之后 我就把它重新再修整了一下 然后最后就还是委托保评 帮我一起就是做出版 所以这个问题比较容易回答 但其实当初2018出这本书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是我2017的时候情绪勒索 就是回想很大 但是那个时候 我在想写这本书的时候 写情绪勒索这本书 我是想写给 诚实的时候 比如说我是想写给被勒索者 因为我那时候的个案 很多很多都是被勒索者 所以大家都很辛苦 因此那个时候我写法 其实比较坑降有力 就是站在买某一个立场去写 可是我在后来开始 因为那本书的关系 有很多另外的反馈 也有站在对面的人 也有其他人告诉我 我就发现其实有每一件事情 它都有很多面向的人 对 然后当我只考虑到 某个面向的人的时候 其他的面向的人 没有被考虑到的时候 其实大家在里面都可能 有一些受伤 但我们去考虑那个面向 并不是说 哦 变成就是大家都不用负责任 不是这样的 我们去了解到里面 我们每个人发生了什么事 其实我们就在负责任 你讲的好迂回哦 你干嘛不就 简单平了的告诉大家 你那时候应该有 遭受到一些压力 对不对 情绪勒索 我觉得压力是还好 其实我个性满屁海的 我就是那种人家越定我 我越想要呛回去那种 所以其实某方面 我并不是 大家现在怎么看 我很温良恭敬让 这个也算是人革面剧之一啊 就是因为那是心理师 我的本身个性 因为以前我就是念 我们就念那批判理论啊 其实人家越跟你讲说 他情绪勒索你 你越觉得你不能输 因为他情绪勒索你 可是我觉得对我来说 反而是看到很多不同的面秀 对有很多情绪勒索者 他其实是被勒索者 没错 他在那个过程中 他不是故意的 他在那个时候没有选择 然后我后来就发现 有很多人他必须要用 比较尖锐的方式去处理 人际关系 比较尖锐的方式去处理自己 不完全只是因为 他这个人就是要这样对别人 有时候是跟他一直以来 都只接受到这样的方法 他以为只有这样的方法有效 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那时候关系黑洞 就是想要去讨论 这一些我们内心会这么尖锐 或有些东西 我们在处理的时候 我明明可以好好做 好好处理 可是会有一个东西 让我不小心就 我明明想告诉他说 你这样子 我会觉得很寂寞 可是我会去骂他说 你都不赔我 你都怎么样 你真的不笑 对对对对 那个东西到底 发生了什么事 我就开始想要去写一本 就是让 就算是在 就是你是情绪勒索者也好 你是那个也是不安全感的父母也好 你有一本书可以去让你好好的看一下 你发生什么事 而不是只有 就是我最最常听到有时候 那时候常常听到很多朋友也分享 心理师朋友也会分享说 就有些 有些人来諮商的时候会很郁闷啊 明明最有问题的是我身边的人 但最后来諮商的是我 这究竟是为什么的 然后那些人都不会諮商 可是我觉得 去面对自己这件事情 本来就是越有觉察 越有觉察能力的人越会去做 所以我想要写一本书就是 我们都可以互相去理解自己 然后用不是很对立跟 好像针锋相对 你相信如果我相信了你 我就是错的 不是那种对错的 所以这本书我觉得 反而是更像一个疗愈跟打气 还有我觉得这是一本 就是算是一个情绪的推广书 这本是很基础的 就是我很努力的想要让大家知道 理解自己的情绪 尊重自己的感受 还有不要批评自己这件事情 在日常生活会怎么影响我们 而我们做到这件事 对我们的好处是什么 所以这本书里面 其实花很多时间去讨论 那刚刚说的就是焦虑依附 的一些特色我也有写 但是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工具书 对 就是在讲那个过程 所以我没有花很多时间去描述 去描述那些 因为那些东西 其实大家都还有其他书 可以看 对有很多 太多了 对像石立新老师的书 我们身边就是推荐一下 那本就很不错 对对对对 好 所以啊 这个在情绪勒索之后 大家可以 我我我想特别请这个 木兹讲一下 我觉得他是 这个脉络是很清楚的 就是在情绪勒索之后 可能很多人就只看到 这个 我们被 就很多人觉得 自己是被情绪勒索的人 然后当然有很多的声音 就开始指责这些 对别人情绪勒索的人 但是 会对别人情绪勒索的这些人 他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做 刚刚木兹有讲到 其实我觉得 你的这本关系黑洞里面的主轴 不安全感 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原因 就他们其实 不管是对自己的不安全感 对于关系的不安全感 导致他们用这样的方式 去对待 去抓住 试图抓住什么 这才是重点 所以我觉得 关系黑洞这本书 他就讲到就是 为什么我们因为爱 因为在乎与珍视对方 于是很努力付出的关系 最后就会让我们走到悬崖边 你的爱是不是 是被不安全感给简易了 你在关系里面 是不是被不安全感给绑架了 那安全感的匮乏 就会像是一个难以填补的无底洞 你不断的喂养 只会让它更像一个怪物 你做了一些修订 六年 你觉得在这六年当中 以这本书 你想探讨的这个议题来说 你自己在六年前跟六年后看 跟你在六年间受到的反馈 有什么是让你觉得 又跟当年感受不一样的吗 其实我最深的感觉就是 这本书 我一开始就是写不安全感 对 可是我在情绪勒索这本书完 我有很大不安全感 因为那个时候 你说在当下吗 对在那个当下 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我自己超不安全感 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 情绪勒索那本书很红 然后那个时候 我其实才毕业一年半 不到两年 所以对我对那个时候的我来说 写这本书的 写情绪勒索那本书 我才毕业一年半 然后后来呢 就是就是得到这么多反馈的时候 我也才刚毕业两年 然后开了智商所 所以 那个时候有非常多人 就是因为我情绪勒索的目的是 希望就是写给 就是一般大众看的 所以我写的非常的浅显易懂 然后很多人就会说 感觉我就是没有念书啊 没有学多少就出来就随便用一个词 然后来骗大家什么的 那这样子的话语 它不仅仅是民众 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在业界 这种话是最多的 我那时候就打击很大 所以在这一本书子里面就很明显的看到 我不停的引经据典 这个是谁谁谁哪一个理论 这个是谁谁谁讲什么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 因为我每次出书我都会给 我自己的好朋友都是心理思想观看过 然后呢 我那时候有个朋友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他就说 慕芝我觉得每次你再一讲到那个理论的时候 我就会跳出去 我觉得你按照你的逻辑去讲东西的时候 其实非常非常清楚 可是你硬要去再去重新描述那个理论的时候 我反而会觉得连结度没那么高 我那个时候没有听懂他说什么 我那时候就觉得 喔是喔 但是我觉得我好像需要做这件事 所以我听了我就 就是接受他的看法 但是我没有懂我也没有敢 我就这样子上 那那个时候我真的没有觉得有任何问题 我就觉得很顺 我这一次为了要重新再出版 我重新再全部读一次 我就觉得喔真的是有够卡 就是为什么 其实有够卡当然是我自己现在的思考模式 因为我现在写作已经有一套我自己的逻辑了 我就会觉得说 我可以 我其实可以理解那个时候 我想要把这一个理论介绍给大家的心情 可是我看得出来 那个时候有更多的部分是 我那时候被很多人的这一些话语给影响 而我想要证明 其实我是有在念书的 我其实有在做一些事情的 那现在在看这些事情 其实都很徒劳 就是你其实没有必要 你有些需要的话你可以提 你没有需要你不一定特别要提 那有些地方提了之后 的确会让那个观看的一些经验稍微会有一点中断的感觉 但我后来想了很久 这个地方我想了很久 我思考了很久之后 我最后还是决定不改 就是这边我就决定还是全部都保留下来 因为我想要让大家看一下 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在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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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有看过我每一本书 然后引路这样看过来的人 你如果尤其是如果你是看了亲密恐惧才认识我 你在后来看关系黑洞的时候 你会觉得关系黑洞的内容很有用 可是你会感觉到写错方法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同 就是好像这个人他不是很有把握 他要再讲说有这一个理论 也这样子证明我讲的这个是对的 可是明明他自己就可以把那个东西讲得清楚 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一个我也在成长的过程 我是怎么慢慢一路一路从原本就是出生之毒不畏糊 我就是讲 我就是要讲情绪勒索 那我知道国外有人讲情绪勒索 他讲的没有错 然后我看到台湾怎么样 然后到后面就是对我跟你讲 我有讲看到这个 啊然后那个谁谁谁也有看到 那个谁谁谁也有看到 到第三本第四本第五本 我最后怎么慢慢的站稳我自己的脚步 去确认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决定要怎么写作 我觉得这是这本书 我那时候在在读的时候最深的感受 对 好我们就来看一看这本书喔 他其实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作者 在当下其实也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状态 那个没有安全感是来自于 可能外界对他的质疑专业的质疑 所以他必须要用很多其他的方式去 努力获得别人的认可 对对对 所以但是他就是一本工具书 你在里面会看到 像我们这种喜欢 喜欢看理 就是喜欢知道这个东西是从哪来的人 其实我们会觉得很不错 因为我们是 因为我们会很习惯去跟别人聊天 那我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我也不能随便信口开河 这就是我们理想的 所以我可能会觉得说 这里面有告诉我说这个理论是从哪来 我觉得很棒 这有些人说不定蛮喜欢的 对 但是重点是 其实募资的书一直以来 对大家来说就是很像心理学的科普 科普书 他用很简单跟很 很多的例子 然后或是深入剖析你的心理 他不太引经据典的原因是因为他其实已经可以去很清楚的写出你的感受 那这个是他独特的地方 所以这本书其实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推荐给真的你觉得你在你的人生当中你是属于某个部分是没安全感的人 那书里面其实他是有脉络的就是第一个部分重点讲到依附与爱情 因为这个地方主要就在讲关系 爱有分很多种 你可能是男女之间的情爱 你也是亲情之间的爱 所以讲到依附与爱情 这个地方其实你还是可以把它想到很多的关系 各种不同的关系 第二部分讲到的就是父母与教养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echo你的情绪勒索 其实是没错其实是就等于是有一群人跟我说那情绪勒索者怎么办呢 我就把它放在这一本书里面 所以父母与教养 所以这个部分我又觉得他非常的重要 所有的父母其实你都应该去看 就是你在教养当中你为什么会这样 等一下我们可以来聊一下 而第三个部分讲到自我责备跟自我抚慰 那这个部分其实又是最重要 是你最想要跟大家聊的 我们就先来聊聊不安全感 因为前面我们就讲到他可能跟你童年的很多的经验有关 我们简单来说童年经验如何影响到这个部分 其实在讲到不安全感 我们这里面讲到说童年经验 就这么说好了 我们以那个我里面有一个段落就是叫讨爱的父母 就是我们在跟父母互动的时候 有时候会觉得有些父母很爱说教 他很难去表达他自己的情绪跟情感 然后他一旦你要是没有按照他的方式去做 他就会就是有时候真的是一哭二闹 然后身脏掉 有时候是他会用很权威的方式逼你就犯 那这件事情其实他跟他自己的童年的确是有关联性 那就是他对于自己童年的时候没有被照顾 他的情绪是被忽略的 然后他没有被重视 甚至他以前的情绪也是被羞辱的 比如说他的父母可能对他很严苛 或是讲话很难听等等 在那一个经验之中 当他没有得到那一个爱的部分 他不够的时候 在他生了小孩之后 常常会看到一个很常见的关系 这个关系有时候会让人觉得有点难过 就是他会在小孩的身上想要得到爱 如果他没有自我觉察的话 他会想要做这件事情 原因不是他有意识的 很多时候不是有意识的 原因是因为我们社会文化 允许父母做这件事 我们允许父母可以要求小孩 做任何父母认为应该是正确的事情 当然现在规定越来越多了 但是我的指的是我们以前那个年代 甚至更早以前 所以当他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小孩又是永远都会回应父母的呼唤的时候 这件事情就会发生 因此他可能就会开始就是去忽略 就是我们家就是我的情绪为主 小孩的情绪不重要 所以全部的小孩都是要用来服务我的情绪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这听起来好奇怪哦 怎么会有父母这样 就这么简单好了 哭有什么好哭的 不准哭 然后不可以吵 不可以怎么样 不可以怎么样 你的需求跟什么就是以父母的状况 全部都是以父母的状况去做 而父母没有机会也没有太花时间去想要理解你这个人的那个经验 这个经验其实会影响我们 影响我们什么 影响我们长大之后 我们同样的会很容易忽略自己感受 然后如果我们的另一半出现有情绪的时候 我们也会想要用同样的方式 我会特别不耐烦 我会特别想要就是制止他 然后或者是我会很想要赶快帮他解决问题 他就没事了 我就不会再有这些负面情绪的影响了 也就是说我对负面情绪的忍受度其实很低 负面情绪不是一定要解决 很多人都觉得负面情绪要解决 但我们现在遇到最多的情绪困扰 不是不能解决负面情绪 是不能忍受负面情绪 就是不能忍受负面情绪的就是 他现在心情不好 你的另一半现在心情不好 好假设他今天被他老板骂一顿 所以他心情不好 啊心情不好很正常啊 他被老板骂一顿心情还很好 你不会有点担心的好不好 所以他心情不好 他需要一些消化 那但他需要怎么消化呢 他需要你帮忙他吗 是需要跟你聊一聊吗 还是他需要吃些东西安抚一下自己吗 还是他洗个澡运个洞 他就会变得比较好 或是他要重新去思考这件事情 对他的影响 也就是说这个负面情绪都是在提醒他 有事情不对劲你要去想 你要去做 例如说我现在心情不好 不知道为什么 那我就要做照顾自己的事 我现在心情不好 因为我被老板骂了 那我还是心情很不好 我就要去想为什么我还会心情不好 是因为已经骂完了吗 那我是因为他印象到我的自我价值 还是我在想不知道下次这个事情 又会怎么发生 因为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所以这个负面情绪他很重要 他是帮助我们去思考有没有事情需要调整 所以他会持续 负面情绪不是没台没机会一直持续在那边的 可是我们的文化跟社会他不停的一直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负面情绪是不好的 我们要赶快把负面情绪消除 我们的父母社会文化都是一直在教育我们这样 因此我们的情绪困扰有非常大一块 那除去有一些就是你可能真的有一些气质上的状态 例如说你生理的激素比较差所以你的负面情绪会一直不合理的持续 这个当然要治疗 可是我指的是有的时候你的负面情绪他会变成你的情绪困扰 是因为你太想消除他而他又没有办法消除 于是你又产生新的负面情绪 然后就一直堆叠堆叠堆叠 最后你就一直觉得那些负面情绪好像永远走不了 可是实际上负面情绪会存在是一件非常理所当然的事 因为就是有事情不对 我记得前阵子我遇到一件很大的挫折 然后那阵子我真的是日常生活的PACAS照录事情照做 然后还去讲了一个很大的演讲 然后在上面看起来就是超级就是有控制感 但是我非常清楚我的心里心情非常差 可是那个时候我心情非常差的时候 我也没有想要赶快去处理这件事 是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情让我心情差是很有原因 因为它彻底的去让我重新的思考 跟让我怀疑了我一直以来习惯生存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现在心情很不好 因为我还没有想到一个方式 可是我的确受到打击 因为我用之前的那个方式 我觉得我很努力 因此我很打击的是 天哪我这么努力难道没有用吗 所以我会还在挫折这件事 因此我需要花很多时间去消化 然后去安抚我自己 以及重新思考我还有没有其他需要调整 然后应对这样子挫折的方法 可是这需要时间 但我那时候如果非常努力 想要赶快让自己好起来 那我就会很辛苦 可是我那时候就是觉得 嗯 这件这个东西对我打击真的够大 然后我就是会心情很差 所以我该去督导 该去怎么样 该去分析 我还是会做 但是他心情不好 就是让他继续持续 可是一般人可能没有办法做到 两者互不为影响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我懂 嗯 你你你现在的做法 大家有听懂 刚刚穆姿在讲这一段吗 简单的讲就是 负面情绪一定在 那但当你出现负面情绪的时候 如果你想要赶快去解决他 但他就是需要一段时间 才能够消化 你就是做不到 你赶快去解决他 然后你做不到 你就会觉得很焦虑 然后你 你可能就会 你就会 你就会更加的情绪不好 但是木字意识是说 你就把它放着 或者是你现在也想不到 有什么好的方法 可是你还是有别的生活要过啊 我其他的地方 我就是继续做 我不受这个影响 但这个部分呢 我也不勉强自己说 我要赶快开心起来 我要赶快把这件事情给解决 但是多半人会因为这个情绪 或是这个负面情绪在那边 而影响到他其他的 也许是工作也许是关系 是我觉得头文姐讲了一个 非常多朋友可能会遇到问题 我就没办法放着不管 可是这件事情 他其实就又回到 我刚刚讲的那个事情 那就是你认为负面情绪 是不是不在 你才能正常的生活 因为有很多时候 难道日常生活有一些负面情绪 你都是没有负面情绪 你才能可以去工作吗 你光进入任何一个地方 你就充满了负面情绪 对不起我这样讲好没有礼貌 很多人可能觉得你说错他的心声 他每天走进公司 就充满了整个负能量 满满最大的负能量就在公司里 有些人就讲 没有喔 我的正能量都在公司 我走进公司我都很开心 对对对对 就是就是我觉得这个 就是我觉得最难的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常常会假设自己 对于这个负面情绪的东西 很像零跟一 有了我就不行 没有就很好 可是实际上有中间值 对 我有可以承受的范围 然后那个承受范围不舒服 闷闷的 但是我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 我知道我为什么现在心情不好 有可能那个心情不好 没有为什么 但是你有像 你有时候遇到好朋友 他今天看起来闷闷的 你会去问他一句说 欸你怎么了 今天好像看起来有点闷 他说好好好 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你有那个能力去 问你自己一句说 欸你今天怎么感觉 有点闷闷的 发生什么事情了 然后你自己会告诉你声音说 欸今天真的没发生什么事 可能就是下错床 然后从另外一边下来 今天就是不是很顺 然后你就觉得 喔今天是不是不是很顺 然后就开始想 是不是最近有点太累了 那不然我们最近调整一下工作 调整一下生活 你觉得怎么样 啊我们可以试试看啊 就是有点像这样子 我其实每天都会问自己这个问题 就是我一感觉到 我自己觉得状态不太好 就是很多人都会问我说 为什么我好像可以做很多事情 可是我其实是很容易会 去问自己这个状态的 就是我一觉得我状态不是很好 我就会开始问 就是开始就是去扫描 我最近的生活 然后就发现 有什么事情我其实不太喜欢 然后我做太多 那有什么事情是 其实我可能把他排得太密集 让我自己太累了 然后我就会开始有意识的去做一些 生活的调整 或是就是让自己尽可能的 后面有排个几天 就是我可以做一些我喜欢的事情 然后不用花脑袋的做 或者是有时候心情不好 就是因为都做没有花脑袋的事情 或是应该做花脑袋的事情都没做 然后或者是一直拖延该做的事情不做 所以你心情不好 所以每个心情不好有很多原因 那那个心情不好的原因出现之后 就开始调整 可是最主要的是 我们可以去询问跟照顾自己 然后知道自己心情不好的理由 比如说像我那段时间 受到那么大的打击 我就会跟自己说 你现在会心情不好真的很正常 这个打击真的很大 虽然你真的很想要跟自己说 这没什么 你很希望自己可以坚强起来 你希望自己可以继续 假装没事的过生活 可是这件事情真的很难 所以还没过吗 现在好多了 我觉得现在好多了 所以现在可以坎坎而谈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真的是 我印象很深刻 是我那一天要去讲 那个大演讲的时候 我心理上真的是 就觉得说 哇你要 你要做 你现在心情其实很差 但你要 你要做这件事情 对你我知道很吃力 所以你等一下 把你的心 专心在你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 你会告诉自己 我会告诉自己 你会对自己说话 对我会对自己 我会对自己 我就是会在 我记得我那天 就提早半个小时到 我就跟自己说 最近状况不好 千万不要 就是太准时到 因为你状况不好 你去那边 你要先让自己 静一下 我以前就是大概都是 演讲前十到十五分钟到 我那天提早 大概三四十分钟到 然后我特 特别走路到会场 就是我想要 让自己静一下 幸好没有下雨 然后 我是让自己走路到会场 然后 我就在那边 自己就是停半个小时 其实那天演讲的内容 我是很熟的 然后我就是花那半个小时的时间 跟自己讲说 我知道你今天觉得心情不好 你现在就会觉得说 我已经能量这么低了 你内心会有一个小孩在 在在郁闷就是 我就是说我内心也会有一个 任性的小孩在郁闷说 今天已经能量那么低了 我还要去散发正能量 我现在能散发的只有负能量 就可能会这样 那我就会跟他 跟他谈嘛 因为包含 演讲是已经很早就敲定了 而且很多人期待 然后你今天讲的东西 其实是对大家 很有帮助的事情 而且这个东西你很熟 所以你等一下 你也不用多做什么 你就把专心的把这个东西 是你很熟的东西 然后分享给想知道的人 然后有些可能从他们的回馈 你会得到一些成就感啊 你也会觉得很开心 有意义感啊 他可能会帮助你 不会一直陷入在 你自己的挫折感里面 然后我就就是 真心的就是提醒自己 四个字就是 就是享受当下 就好好的去享受 你今天在做这个事情 这一个小时发生什么事 那一个演讲 就非常非常的顺畅 然后我的感觉也非常好 那天回去之后 就觉得心情好了一半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他每个人的做法不一样 可是我觉得重点 就会是几个 就是我在书里面常常讲啊 就是这一个关系黑洞 这本书 其实就是一直在提醒大家 我要怎么样回来 当我自己的好朋友 我要怎么回来 不要一直陷入 那个自我批评 跟就是我里面 其实花很大一块 在叫大家不要讲 自己我批评 我觉得真的是金句 就是 我是做不好 而不是我不够好 对对对对 没错 对我是做 因为你知道那句话 我有咀嚼 咀嚼蛮久的 就是 我是做不好 而不是我不够好 那这其实哦 对于很多 我跟你讲 就因为他的书 其实都是 一本接一本 其实他都是 彼此之间可以互相串联 跟有脉络可循的 那这种 这句话就会对于 过度努力的人来说 特别的有感 我们常常就觉得 没有 我做 我做不到 我没有做好 就是我没有做好 我们会直接觉得是 我不够好 对不起国家民族社会 那种 对对对对 那你看哦 我要到我要到这好 他可能出现在任何关系 甚至是你的工作上 都有可能 那比如说 像我常跟大家分享 也是我在我的书里面 其实也有提到这个 就是我没有办法 让我的母亲很开心 这件事情 我就会一直自责 觉得是我 就是我不 我没有 我不够 我不够好 没有做好 但是 我只是没有做好 这件事情 不能直接等于 我不够好的原因 是因为有很多事情 其实是 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 但如果我能够看到自己 就是我已经尽力了 我没有做好 不代表 我没有努力哦 是 我努力了 可是我却没有做好的原因 可能有很多其他的原因 包括这件事情 本来就不是我能控制的 对 那就不代表我不够好 这件事情 就是短短这么一句话 其实 可以想很久 可以想很久 所以我在 为什么我对这一句 会特别有感的原因 是因为刚好这两年 我有在这个情绪当中 所以我特别有感 那你说人 你知道我在想 人是一定要到 比较老了 才会去 就是这些 这些领悟啊 是老了自然会出现 还是其实我们真的是 要透过学习 我现在觉得 是要透过学习的 为什么我们这一代的人 有机会 可能在 也许早的话 五十岁 是 就跟自己和解了 那六十岁 跟自己和解 可是为什么我们上一辈的人 他可能中 中 就是到他 到他 就是可能七八十岁 他都还没有办法 跟自己和解 那个幼年 童年的伤 然后用在 像你中间所写的 用 然后让自己 在自己的家庭里面 影响到自己的家庭 变成一个 讨爱的父母 变成一个 不让小孩 当小孩的父母 然后变成一个 不让小孩 长大的父母 这都不一样的 为什么会这样 他们可能到 中期一生 到他们老了 他们都没有办法理解 我觉得那是因为 没有 在那个时候 其实没有像你们 这样的一群人 一直在告诉大家 这些事情 我们就很像那个 就是 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 我们其实会觉得说 为什么你们不能理解 这件事情 我都慢慢在理解 我觉得 不是我要帮长辈说话 可是我觉得我们要 多看到一些事情 是他们没有 这样的机会去接受 接受这么多的 一些观念跟想法 跟去思考 就像你刚刚前面讲的 每一个时代 其实有每一个时代 或是每一个人 他有每个人 不同的那个过程 对 那讲几个真实的范例 我在里面写了一个 每一次过年 我只要再放一次 每次那个赞 都会上万的 哈哈哈哈 就我里面有一篇写到 这是过年的时候 小孩回去 然后父母就会 一直念啊 一直念啊 念你怎么不早点睡 念你怎么不赶快结婚 念你怎么工作怎么样 不要那么累等等 就一直念一直念 然后小孩 本来还想说 我想要跟你去聊一些 我在就是 日常生活发生的事情 就发现我根本不知道跟你聊什么 然后父母也很 也非常非常的失落 这个故事我觉得写了很多人 有一些感觉是因为 不只是我写小孩的心情 我不是在写父母该怎么做 我其实把父母的心情也写出来 就父母也很想跟小孩连结 父母也很想要听小孩说话 可是他好不安哦 他发现现在小孩在他完全不懂的世界 不是像以前一样 他随便讲一个东西 小孩就奉为闺孽 就是他永远是小孩 就是生活中的那个 智慧导师 人生灯塔 没有了 已经再也不是了 小孩已经长大了 你可能比小孩懂得还少 而我要怎么去面对 如果我这个父母 一直都是用我有用的方式 去证明我对小孩是有价值的 然后我用这个念你 对你有帮助的方式 去证明我是有价值的 结果今天我发现 我的这一套在你的生活 已经一点用处都没有了 那我要怎么去证明我的价值 跟跟你连结 以我以前跟你连结的方式 是去证明我有用的 然后我现在要用新的方法 我没有学过新的方法 我不知道要怎么方法 我就只剩哪个方法 就是我就抓着 我旧有的那个方式 不停的念你 念你一直让你 你看我很有用吧 你看我很有用吧 哇塞 那那个两个人的关系 就会越来越远 因为对孩子来说 已经不是需要这个东西 对你这边有讲到几种父母 不能让小孩当小孩的父母 不能让孩子长大成人的父母 然后呢 你说这些父母 其实都是缺乏安全感的父母 对不对 那所以他们又变成讨爱的父母 是对不对 所以那像在这些讨爱的父母有哪些征兆 你里面其实也有也有写 那这个父母们大家可以听一下 看看自己是不是也符合这个讨爱的父母的一些条件 因为里面列了很多 那我列几个 我讲几个就是最印象最 就是大家一定会最有感觉的 第一个是对于别人跟自己的情绪界限是很不清的 情绪界限不清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的情绪是我的情绪 我的情绪是你的情绪 然后我照顾你 可是你也要来照顾我 比如我举个最常见的例子 就是 妈妈在很热的大热天 去你家 用你借你给她的备用钥匙 把你因为你跟她没住在一起 她用你给她的备用钥匙 然后打开门 把你的冰箱塞的满满的 然后呢你跟她说 其实我真的不需要这么多水果 因为其实我可能常常工作没有办法吃 然后她就觉得很挫折 非常非常的难过 然后有的时候她就会说 你看我都会去照顾你 我都会拿东西去给你吃 你都不会连个电话都不会 我会来问候 这种情绪界限不清 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 也就是说 这样的父母他们会不停的 希望有一种就是 我用我想要被照顾的方式去照顾你 然后希望你可以回报我同样的方式 可是很多人就会觉得 那你为什么不能用这样的方式 去照顾你自己呢 可是他可能不一定愿意 然后另外还有一种 就是他会很容易去忽略 忽略你的情绪 忽略自己的情绪 就是他只想讲 他想讲的事 然后没有想要理解你 也没有想要理解你的感觉 所以这个家庭是没有在讲感觉的 比如说我们在讲 嗯 例如说 啊你最近工作怎么样 啊生活怎么样 我跟你讲那个工作真的很累 你不要再做了 你不能换一个工作吗 啊你每天有没有早一点睡 你有没有就是准时吃饭 啊我跟你讲你什么维他命C要吃 就每天都是这个事情 他不会去问 嗯 那你这个工作 嗯 累你感觉怎么样 嗯 你心情如何 然后呢他在告诉你 在讲很多事情的时候 他可能都是在讲他自己 遭遇到什么事情 觉得正确不正确 什么事情对或不对 但他不会去跟你讨论感觉 嗯 这种父母其实在我们的文化里面非常多 就是他 他根本上的其实是忽略自己跟他人的情绪 而可是这样的父母是最没有安全感的 因为我们不能靠没有情绪过火 所以他基本来说他能够有安全感的方式 就是靠控制他身边每一个人的生活跟行动 也就是你有按照我的方式去做 让我就会觉得很有安全感 那当我这样子很有安全感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OK好生活就好像固定在过 但实际上他最想要的事情就是跟小孩会心 很有那种安全感的感觉 那个东西是不会出现的 好再说 这只是简单的在陶爱父母里面讲了几个 那在书里面其实有讲到陶爱父母有一些征兆 比如说第一个 就是 他想要的就一定要得得到 那这个常常会在 在这个传统的这个 传统的这个架构下面会用孝顺来做包装 对 就你要你要笑你这样就不笑啊 等等的 这个大家应该很熟悉 我们就不多讲 第二个就是无法接受拒绝 你的父母或是你是没有办法被孩子拒绝 就有点像是有点结合那个情绪结线不清的部分 然后还有我一定是对的 那这个这个也蛮多的 我一定是对的 那再来还有包括没有办法信任孩子 那没有办法信任孩子 其实就会是我们刚刚所讲到 就是你不让孩子长大的那种父母 就是一个没有办法信任孩子 还有无法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 这种父母其实非常非常的多 很不容易 而且会否认情感 对 那 但是他们的缺乏安全感是什么 其实有讲到就是 他可能很怕让孩子看到真实的他 对 他会觉得如果我把我真实的自己 产现在我的孩子面前 你是不是就会看不起我 对 这个是他不安全感的来源 有人说他要把这本书送给他爸看 还有讨爱的父母有一个缺乏同理心 这也是一个他们的征兆 那情绪界限模糊 其实刚刚前面讲的最后一个终结 就是情绪界限模糊 所以但是当我们如果有讨爱的父母 对于孩子会有什么样的伤痕 这个伤害 如果现在在看这个 在看这个广告很有很有感觉的人 我觉得最大最大 我觉得最大伤害 就是我们对自己的情绪的理解 跟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照顾跟保护自己的 所以我的情绪界限一定也会不清 我会很习惯的去承担别人的情绪 会容易被情绪勒索的人 大家都会很想要学技术 会问我老师要怎么样可以不被情绪勒索 他如果这样做我可以怎么对回去 等等 就是对应回去 可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 都不是大家不知道怎么对应 最大的问题是 当我面对这一个排山倒海的情绪 当我面对这个 人家会这样子情绪对我 这个在我过去童年 是很常见的经验的时候 我遇到这样子的人 我就会忍不住去接他的情绪 忍不住去回应他 忍不住去照顾他 所以我的情绪界限也会不清 而且因为我的情绪都拿来照顾别人了 我不知道我自己的情绪是什么 所以我就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也是很多 很多有这样子的父母的小孩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什么 有些父母就很喜欢讲说 就是特别是那种 就是像这样 他完全要小孩按照他的方式去做 然后不能有任何的想法 不能有任何的感觉 然后到了一个年纪之后 就会很烦恼的说 我的小孩都不知道他想要什么 他都不知道他要念什么 他不知道他以后要读什么科系 因为他跟你相处的之间 没有这个缝隙 可以让他去想他自己的事情 他几乎都是必须按照你的方式去做决定 他也没有被训练过 要怎么去想自己的事情 所以在那个过程中 他会不停的觉得他得当一个好孩子 他要听话 所以他听的话就是别人的话 所以他的认同永远都是别人给他的认同 不是他自己的 所以到了他自己要做决定的时候 他要怎么办 他没有办法 他做不到这件事 我现在的确不是按照里面一点一点去说 但我想要整块的让大家知道 我写这个东西 我的思考是什么 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 我遇到非常多很严格 然后对小孩要求 就是觉得 拧背拧走骂就是对的 你就要按照我的方式去做 结果呢 不准小孩发展其他的兴趣 也不准小孩有自己的感受 自己的就是你全部都要按照我的方式 然后管理的很好 结果到了一个年纪就开始说 小孩他就是大学考上 念完大学之后 不知道工作是什么 后来就变啃老祖 后来不知道怎么做 然后最后就在家里 然后都不出去 然后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父母也没有也不忍心不给他钱 但是就觉得这样子好像也不是办法 可是我觉得这个问题 他不是不是现在才出现 是一个方法 一个习惯 一个技术 你从来没有训练过小孩 他并不是长到那个年纪 就自动会这个东西 所以他一直以来都是把自己放空 跟着你 然后把自己用来承担你 全部都是这样 就到了一个年纪 要不就是他表现得很好 但是他到某个年纪的时候突然崩溃 就觉得自己一辈子都在当好孩子 自己一辈子都在听话 但是我永远不知道我的人生是为谁而活 我不知道我的感觉是什么 那是一件非常非常大的空虚感 另外一种就是我甚至连我这一辈子要做什么 我都不知道 我要按照那个社会的期待做我 我又觉得这个社会给我的铁拳 哦挫折感很强 可是我又不认为我自己能够去发展我自己的东西 因为我的父母让我知道我的我想要的东西都是错的 嗯 都不对 所以我要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要怎么办 嗯 对啊 好 所以呃 在书里面当然也有呃 对于这些所谓如果你有讨爱的父母 然后你受伤的话 你有一些联系 嗯 当然也有 那呃 也写到很多就是 你可能会因为这样的一些过往的经验 你会过度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 然后你可能会害怕让别人失望 那这种种其实都是不安全感的一个来源 那我想呃 很多人可能 其实在刚刚讲到这些时候 会有一些浮现一些你过往的一些经验 或是在一些关系当中 你发现自己确实是如此 那还有担心会出错 那或者是呃 我我好还要更好 这些其实都被归类在不安全感里面 嗯 因为在 所以我觉得可以理解童文姐会说你 不太确定你在工作上是不是完全的有安全感 欸对啊 我的意思就是这样 就说我我 我是因为为什么要这么努力 对 因为我想要去 对对对 得到一些 呃 别人的肯定或是什么的 那假设我就是一个很有自信 我安全感很足的人 我和我应该不会那么在意别人的评价 可是我又很在意别人的评价 但我觉得这一个安全感的部分 我们可以不 试着不要把它当成零根一 嗯 因为我觉得你自己有一套你自己的评价 所以并不是别人给你的评价你都收的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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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我觉得那一个就是基本上的安全感 可是我我的意思是当我们在做每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的那个不安 焦虑是很高的 高到我每次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我认为我都是被我的焦虑追着跑 这件事情可能就是比较不安的 因为我觉得我之所以会说 我觉得你有相对的安全感 原因是因为我认为你在 我看到你在做很多事情 有时候你是很享受的 然后有些是因为你的标准 你的标准就是我做这件事情 要做到这样 我就是自己把自己的 自己会给自己比较高的标准 我觉得你的那个焦虑度没有 至少我在感受的时候 我没有觉得那么高 可是焦虑度很高的意思是 我可能在做每件事情的时候 我思考的都会是 别人怎么看 别人怎么想 会不会怎么样 然后那个焦虑度 促使我必须要去做 我其实已经觉得很辛苦 很痛苦的事情的时候 这个部分不安全感 可能稍微就会高一点 所以要怎么样有步骤的摆脱焦虑 这个其实在书上 你也有教大家 做一些基本的练习 有没有很快的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第一件事情 真的是先理解焦虑的来源 先知道你为什么会焦虑 就是先停下来 让你自己知道一下 等一下我以前 每次面对这个焦虑的时候 我都自动化反应 我觉得这个是人跟 真的是讲人跟动物的不同 这是有道理的 原因是人之所以会跟动物 很不一样很脆弱 你会发现他生活适应能力 其实很差 这就是人为什么会发展出文化的原因 因为我们的理性前而业 会帮助我们不用本能的 因为你就想说我们的能量 如果这样这么多 我太多东西都用在本能 我就不能用理性跟想更复杂的思考 去做更多的事情 所以你减少本能的反应 绝对会对你的改变这一个 不安全感的状况有帮助 就是你越 以前你每次遇到焦虑 你马上就去把那个焦虑安抚 这次你等一下 你先思考一下这个焦虑来源是什么 然后呢 它造成怎么样的结果 它真的会造成这么糟的结果吗 比如说我今天觉得我应该要 就是我妈妈的情绪很大 我立刻应该要去安抚他 可是先等等 我如果不去安抚他会发生什么事 他会不会其实也有能力自己消化一些 那我可不可以先让自己停一下 照顾好自己想好了 我可以怎么去面对 应对之后 有界限的回应他 就算我最后去安抚他 是因为我考虑过整个结果跟后果 还有我想承担的我选择过了 我再去做 我去做这件事情之后 因为这是我的选择 不是我的本能 它会带给我非常大的安全感 我在书里面特别去提醒大家 有意识的选择 不是告诉大家不能做这件事 而是你要能够是你思考过的选择 这是很重要 就是你前面所讲的 你对于 例如你对于负面情绪 你是怎么样 就你允不允许他存在 我允许他存在 但是我还是可以 有那个能力去过我其他的生活 等他慢慢的在消化 或是我找到一个更好的方式去消化他 好那跟大家讲 就是书里面有很多东西 我们今天其实谈的比较广 没有一定focus在书的内容 那大家也可以去参加 老师有几场这个签书会 对不对 对刚好这个礼拜六 对这个礼拜六 9月21号礼拜六 在台北的金石堂丁州店 然后9月29号在台中的成品源 成品源道店 10月19号在台南的正大书城台南店 好都有老师的书签书会 就爱点你 UFO Ooo